你要干什么 干 像我爹这样的废物 根本没有资格借我你家吃的 李总强 你不要欺人太甚 亲子 想当年 你爸样样都侮辱我 就因为他比我多读两本破书 就把书华听到了手 听什么 你老子要干什么 干什么 今天老子就是要证明 他李东城不如我 生情不如我 死后也得被我踩在脚下 儿子也得被我踩在脚下 李东城 我爸已经死了 你不要太过分 你妈到底还想不想要钱了 说 你爸不如我 都这样 你 别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钱了 看到了 一万块钱 老子随手就能拿出来 你说一句 你爸不如我 我就借你一万块钱 你说呀 你不想救你妈了 说 老子让你抱着这个废物 还为磕一个头说一句 我爸 我让你磕一个头说一句啊 你听到了没有 磕不磕 磕不磕 我爸不如你 我爸不如你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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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不要停 不要停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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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天琳 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啊啊这里 谢谢啊 我烤上了 啊烤上了 啊 啊 我看 我怕胸脖子 给我看看 给我看看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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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 还不上 这空的这种机位 是什么 我我妈被手撞了 我妈妈那家属来的呀 这这里 必须去帮个微信 赶紧不到钱 现在是三个块钱 哇 这只是救救费 过去治疗还有十多万的 别对话 赶紧去消费 天吕 天吕 你读这么书有什么用 到最后连救自己拔的钱都没有 你还算什么男人 你哟 天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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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不是李东成家的文曲星吗 还拿东西来了 你这大才子的水果 我们可不配吃啊 哎 行 别这么叫啊 表达 我们这个 行了行了别默契了 名人不说暗话啊 借钱没有 师父 我求你了 我们现在还躺在医院里 我现在只能拿出三万块钱 医院说要15万的医疗费 我求你了 要不然我妈会被赶出医院 我去你的 我真想你 啊 舒华是怎么看上你爸 好歹我也是咱们全村的首富 我哪点比你爸差了 你爸为了公立上学累死 你妈为了给你筹钱 也被学壮了 你学出来什么了啊 叔 我给你跪下 我现在已经考上大学了 你给我的筹我肯定可以还 撤你妈的 那考上大学又怎样 你以为大学生是金子做的呀 那叫15万啊 你多少钱才能还清啊 你爸想当年非要上大学 怎么着了 最后不是还是去工地上搬砖吗 啊 费 你跟你爸都是费 行啊 我就看在舒华的面子上 这钱啊 我借给你 叔 我跟你保证 这钱我一定会保 二叔 你真当自己是文举星下门了啊 你磕一个头这么金贵啊 这是我啊 走 我走 把这个废物的牌位拿走 没资格留在此 我来吃 我来吃饭 吃饭 哎 哎 这里快来过来坐 来吃饭吃饭 吃饭来 来マン桶 快點 快點 來工作說你搞上大學了 咋還來工地呢 好 還沒給他工 還是讀書好啊 李玲啊你在幹什麼 你咋來了 跟我回家 我跪下 跪 別說 為什麼不讀書 為什麼 媽 我不想讓你付出這麼多 到最後就是花了一張紙 他沒用 去賺錢 我不想看你這麼累 李糊塑 還有讀書等完出人頭的 你想讓李公下那個混蛋 踩在腳底下一輩子 你想到你爸的另位 一輩子回不了主死嗎 啊 媽媽你怎麼了 媽你沒事吧 我的兒啊 你爸當年因為你奶奶沒能讀成書 就成了他一輩子的心結 你媽我 也因為這樣被人家銷壞了一輩子啊 我們起早彈黑 就為了能讓你住的道地 你走吧 媽 都是我的錯 我沒用 我沒用 爸 兒啊 華青大學 你 你沒辜負爸媽 這個書 你不僅要讀 還得好好地讀 有一天 你功成名就 把你爸的靈位 風風光光的游回祖詞 知道嗎 媽 咱家哪有那麼多錢 這你就別管了 死 來 問一下 對著你爸的靈位 發誓 爸 我李天麟向你保證 十年 不 五年 五年之內 我一定把你風風光光地迎回祖詞 我也讓所有人都知道 讀書才能出人奪命 還讓你的付出不會變成效果 媽 我要讓十里八項的人都知道 這付出不會買費 你也沒有這樣做人 哎 天麟媽媽 你 你咋來了 李老師 我 哦 先進屋再說 請 哎 燕修 來客人了 天麟媽媽 先喝點水 好 謝謝 李少星 你磨什麼羊群的 再不去打折雞蛋 你就賣光了 燕修 咱家來客人 這是天麟媽媽 就是考上滑青大學的孩子們了 哈 呃 你該不會是來借錢 你看我們這屋子 我們可沒錢 他就是一個窮教書的 我們就連著排牛顏器都不捨得開呀 我 我就是來感謝李老師的 要是沒有李老師 我們家天麟也考不上滑青 哦 你說的對 我們家老李呀 確實沒少帶著你們家天麟吃飯 那既然你要感謝 那就把這三年的飯錢都給吧 呃 我都記著呢 一共是三百多 趙燕修 你過分了啊 人家天麟家什麼情況 你又不是不知道 天麟媽媽 你這次來 是不是為了天麟學費的事 還是阿東說 我現在媽媽給你蹭一蹭 李少青 你是不是賤呢 上趕著借錢呢 你有錢嗎 錢呢 這天麟啊 好不容易考上華青大學呀 借錢呢 咱給借 華青大學怎麼了 你不也是大學畢業的嗎 現在怎麼樣啊 蹲在縣高中 一個月也就能俩走 啥都不夠幹 我那些初中沒畢業的天學 每年收入過百萬了 你要覺得他們好 你找他們去呀 這錢我借定了 李少青 你要不要吵架 你來給他 我 我恨你 我 假的我沒什麼 我給你扯 林老師 大妹子 你們別因為我吵架 我這就走了 你聽我說 當初 我就是因為家裡窮 才上了一個公辦的失敗學校 在學校沒有能罪的人 這才被一家的一個小現場 燕秋啊 她是刀子嘴刀子心 你別在意 到底查到什麼 林老師 可是您家裡也不富裕 天林是個好孩子 只有上大學 才能改變她的命運 我李少青就是再窮 這錢我也一定要贏 哎哎哎哎你幹嘛 快快起來呀 林老師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感謝你 你就讓我跪著著 我心裡不好受啊 林老師 半輩子 你們放心 以後我叫天理十倍還給你們 這個情 我們娘倆 記一輩子 快錢快錢 還愣著幹嘛 還給你拿錢呢 你衝我兇什麼 還不是你賺不來錢 難道我是鐵石心腸啊 你負責 你負責 你给这眼睛吧 怎么还有二板呢 心里的 我们不过这次了 两千就够了 两千就够了 行 林老师 大妹子 这个情 我和天灵 一辈子都记得 王哥 我在工地上干活 那三百块钱 你什么时候记得我呀 我后天就要交学费了 给你个屁 你知道你不敢 别给我造成多少损失 我没找你赔钱就不说 你为什么要 行 王哥你别欺负人啊 小兔在 欺负的就是你 你就是下等人 就你这种 连三百块钱都拿不出来的价值 老上大学 也是白费 我一定不为此 小兴许 天灵 妈 妈把鸡和鸡蛋都卖了 凑了七十块钱 来 你拿着 加上你那三百 三百五买车票 二十块钱路上用 正好 妈 新王就没有给我三百块钱 爸 天灵 你想不想读书 我想 我想读书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读书是有用的 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寒门也能出费子 好 这才是妈的好儿子 没有没有没有 走走走 你再不走我都打人了 天灵 你说你非得读这个书有啥用 你看看洞强家大海 初中也没念呢 人家现在还是大老板 每个月 赚十来万的 三叔公 我想读书 行吧 我也没啥钱 这些钱你拿着 也不用还了 也别跪着了 快走吧 乖孙儿 以后可别学他 书都读傻了 我才不学当那 以后我要像大海哥一样 当大老板 好 儿子 委屈吗 委屈 可我以后要改变村里的观念 我要让他们都知道 读书是有用的 去了大学 一定要好好念 天灵 云州高铁壮业 封客了能源 信息 工程材料等 多个领域的世界难题 他的档案 已经被媚妇 是龙兴计划 唯一的人选 宋老 天灵 你可愿意加入 龙兴计划 我愿意 你不要回答得这么快 这可是一项绝壁计划 你要考虑清楚 在项目成功之前 你很可能要引起白兵 而这 极有可能就是一辈子呀 为国出检 亦不如此 二十高级时 三 二 一 胡说 李登东 火成功了 剑法直接实验成功了 火 天灵 是 宋院长 秦将军 没想到你真的在五年之内 重新计划给完成了 这都是大家的事 你就不必谦虚了 龙国第一号加奖 获奖者 李天灵 五年来 李天灵任龙兴计划做公主师一职 龙兴卓越 助我龙国 宪 县特聘李天灵为龙科院部院长 上面已经决定不仅仅要到你家村而且要把云州打造成为科技整个投资千个亿投在你家村上的十个亿 看来我还没有学 还没有学 你小子 可知道 这个相同 我就是以你人而行的 换句话说 就是在消耗你个人的私人 为了你所为的那些亲戚 好吃的吗 我不是为了任何人 我只是为了给我妈争口气 为了像你家村的所有人 证明读书 可以出人同意 像我们这种出生的寒本 也能光总要做 小海啊 上面对于云州的万亿投资下来了 这其中的十亿用于你们李家村 作为科研基地的改造 这个事啊 我打算交给你做 宋城主 这我必须当面去感谢您了 这倒不用了 不过今天 有个大人物 要到你们李家村视察 你把治安状况给我搞好了 记住 村荣村茂也是重重之重 不可出半点叉持 否则 这十亿投资 可就废了 宋城主 您放心吧 我正午十二点到 记住了 可不能出半点叉持 城主 李院长的保密级别太高了 我动用了所有关系 最后也只是知道 他叫李天宁 李天宁 这就够 走 天宁妈妈 李老师 您咋又来了 我这不是去镇上买的打热鸡蛋 顺路给你送一点 李老师 您家也不容易 这 总比你这强了多吧 自从出了车祸之后 这身体也不行了 后来二爷捡不动了 给人家缝点衣服吧 也挣不了几个钱 李老师 您的钱 不说这些 这个天宁是不是还没有消息 没有 就五年前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然后就一直没消息了 不知道 这孩子是出了什么事了 天宁妈妈 你放心 天宁那是个好孩子 这没准啊 去参加什么国家级的保密相 说不定了 还保密相 啊 的确该保密 毕竟嫉妒人家有钱杀人了 传出去不好听 你们胡说八道什么 李老师 李大海 你干什么 他跑到咱们村来勾引女人 不该打吗 我和千林妈妈 清清白 你清白个屁 李东强 住手 去你了 王淑华 你这个臭婊子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贞结烈女呢 原来也是个勾引人的臭婊子 怪不得养出了杀人犯的儿子 你胡说什么 我们家天宁才不会做这样的事呢 天宁不是这样的人 你们这是无限 有你说话的分吗 李老师 李老师 你醒醒 村长 海哥 李东城那家伙的棺材 已经被挖出了 来下一步走了 什么 东家的 你们干吗 你们干什么 来 去祖村就知道了 就 帮走 乡亲们 李天林这个仇富的小人 让蒙修啊 更重要的是 因为他一个人影响了势力 给我们的十个亿的投资啊 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答应 现在大海已经去跟城主求情了 我们在这儿得给他掌脸啊 大家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全的每家都逐属宗族 逐属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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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就以李家宗族的族长 李家宗村长的名义 把这个不孝子孙 逐属宗族 这个畜生 读了这么多年书 都读到狗洞子里去了 现在他们父子 已经不是我们李家村的人了 你 你这是诬陷 我们家天林 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了 乡亲们 你们都是看着天林长大的 你们说说话呀 还在这狡辩什么呢 这五年都没回来 这不是试试什么 就是 这是你们根上的问题 你们越穷人就越换 不管读再多书 也不可能从下等人 变成上等人 要我看 你们一家上上下下 读书都读傻了吧 你个不要脸的 还勾给人家老公 他们一家的人 都让我们的祖宗蒙羞啊 现在我决定 我那十五万不要 拿他们家的房子底 给他盖成厕所 好 你们这一群 是非不变的混蛋 别跟他废话 动手 赶紧把李东城的会计玩意给烧了 跟他们这只呀 断行关系 王初华 这不是大家的意思 怪不了我们的 你们敢 天林回来 不会饶过你的 你还想着你那个杀人犯儿子 他回不来了 听您说过 他五年之后回来 我们家的人一个唾沫一个丁 东城这辈子都没骗过我 他的种我的儿 也绝对不会骗我的 李东城那个王八蛋算什么东西 你知不知道 你的命都是我救的 那十五万是你借给我的没错 但是东城活着的时候 是你带人抢走我们家的百亩良田 那些地可不止十五万 我是村长 我说那田是谁的 他就是谁的 我说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只要你承认他们父亲的罪行 然后答应改嫁我 我后半辈子 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比跟东城在一起快活一万倍 呸 李东强 我这辈子最不后悔的决定 就是嫁给东城 这辈子不后悔 下辈子也不会后悔 你要烧东城 行 要我一起烧 好王叔 这是你说的 今天我就有李家村村长 李家宗族族长的名义 在祖宗林前执行家法 把你这个交出来不孝子孙 又不知廉耻的女人给烧死 烧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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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倒要看看 你下辈子会不会后悔 李东强你敢 妈 我回来了 妈 我回来了 儿啊 我的儿啊 李东强你找死 天灵 你终于回来了 李大海打了李老师 你快去救李老师啊 什么 你们赶紧帮我把李老师找回来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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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不上 你们都在干什么 天灵 他们把你爸的棺果挖了出来 还把你和你爸的名字 从族谱中勾去了 这是爸的棺材 还是不行 爸 你们都该死 这 这 这都是什么人呢 还能什么人啊 黑社会呗 你说什么 哎 你 李天灵 你干什么 我说话 关了你儿子呀 月灵 他们都是什么人啊 妈 我说啊 你别明智顾问 你的好儿子 带着黑社会回来了 现在你还能说他没杀人 没犯罪吗 你刚刚说什么 你说我杀人 怎么 你想和你那个嘴硬的妈一样来狡辩吗 大家来看看啊 刚才还有人对他心存幻想啊 现在他带着一帮黑社会 回来来打闹我们的东磁了 我说话 你还不赶紧把你这个杀人犯儿子给绑起来 囤着 你居然敢这么说我们李董 兄弟们 动手 不要 天灵 他们真的是黑社会吗 李东强说的是真的吗 妈 我的话你都不相信了 李天灵 你带着一帮流氓回来 还想让别人说你是良民啊 你看着他们一个个的 哪一个像好人 就是就是 长相和是不是好人有关系吗 你们一个个长相淳朴憨厚老实 有哪一点干的世界人是 欺负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挖出自己同宗的坟墓 造谣自己晚辈 你们哪一点是个好人啊 我们 小兔崽子 你还是这么压尖嘴力啊 知道你说的 那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杀人犯的 第一 我没有杀人 第二 你们的行为比杀人更可耻 老子懒得跟你废话 我说啊 你想清楚啊 你也活这么大年龄了 心里应该有点胜 现在我给你两条路 一个 你就给我跪下 向老祖宗 向乡亲们磕头忏悔 说你教字无方 第二 我现在就通知城主 让他把你和这个杀人犯 还有这些黑社会 都拿去坐牢 不要 不要抓我儿子 不要 那 你现在就给老子跪下 说你教字无方 说你死了的那个爷们不如我 说你的儿子也不如我李东强的儿子 李东强你给我闭嘴 你 王书华 好 我跪 我爸 走 走 不要 我爸 妈 我们不用跪 天灵 妈 咱们以后都不用跪 咱也不用跪 儿子不是杀人犯 儿子在外面 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 还有他们 他们都不是黑社会 他们是国家委派来保护我们 从今以后 我们一家人 一定要天气凶的 天灵 这 都是真的吗 妈 儿子不小 让你受辱了 据你的情况 我稍后再给你做分析 现在 我要让我爸入土为安 打水 是 兄弟们 麻烦你们 赢我爸 陆祖辞 子儿 你敢 你这个杀人犯 你那个死鬼老爹的牌位 拼什么陆祖辞 搞东西 你再敢瞎说老子 把你的车子 你也有怕你啊 小兄弟们 如果让这个杀人犯 把牌位放进去 咱们可就彻底说不清楚了 没错 我们不能让这个家伙把牌位放进去 李天灵 你给我住手 杀人犯 滚出去 滚出去 李天灵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我们大家的意愿 你一个杀人犯 你妈是勾引男人的骚货 你爸是个废 你们一家子 凭什么入祖辞 分认我们祖族的功德 本来我不想让你们耽误我爸入祖的时间 全部给我抓起来 老子早就要冲 不服 不服 书华 你看见了吧 这就是你这个杀人犯儿子办的事 李天灵 我们当初从前跟你读书 你就是要报答我们的吗 狗东西 你还试着吗你 赶紧让你这些黑的鬼手下放开我们 这可是祖宗流行钱 你都不怕天打雷批吗 你 天打雷批 我看也没有吧 王超 你 你要干什么 打开 打开 当初我跪求你们 你们给我凑了这一千六百五十块钱 今日我李天灵 一千倍奉还 哈哈哈哈 谁会要你的黑钱啊 李东强你连出手都不如 但我恩怨分明 你 你吞了我们家的田产 但是你借了我十五万 借据在我任 今天 我百倍偿还 你小畜生 今天你的债我已经还了 我的债 你也该还了吧 今天大家的债我也已经还了 同样 你们的债也该还了 李天灵 你干什么 你把我妈的牌医放下 当初你亵渎我父亲牌匯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有这么一天 爸 你这个杀人犯 亵渎祖族的畜生 你刚一回来 就带着一帮流氓打砸宗祠 你就是把李东城的这个牌匯放回去 老祖宗也不会任何击大 乡亲们 你们就看着这个杀人犯 在这违非作歹吗 不愿 儿子 他污蔑你 他说你仇富杀人 说我们影响势力的童子 所以刨坟掘墓 勾民出租 又把我们这一脉彻底的抹去 什么 李总舍身为国 埋首孤穷 你们竟敢如此污蔑他 简直是该死 该死啊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们这份合战要干什么 小姐们 你们就这样看着他把我杀了吗 你们还要不要拆钱款了 李天琳你不能动动墙 没错 你不是说你心存感激吗 那你就让这流氓放开动墙 然后你去自首 我们主被既得 所以科研项目太多了我们头上 我们不要你的钱 我们只要属于我们的拆钱款 王苏华 这就是你视为骄傲的儿子吗 重复杀人 背叛祖宗名声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还在对乡亲们 对自己的长辈动手 那还算个人吗他 李天琳 你个小畜生 就算你把灵位放进去 祖宗有灵 也不会一定看你们的 可笑 我李天琳实在是可笑 我埋首黄沫五年 为国助监 只因为当时你们给我的那点学费 我怀有感恩之情 我想容我顾礼 不惜以虔诚为代价 换来这万亿投资 带来这建设科研基地 而你们呢 你们买我父亲 伤我师长 辱我父母 还要勾我姓名 你们配得上我心中所念吗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 这个像不是李大海跑来的 是因为你而来的 李大海 李大海是谁啊 李大海是我们村 最有初期的年轻人 他身价上亿呢 身价上亿 就能决定科研基地的位置 你这群人 简直是愚蠢至极 是什么 李天琳 你演够了没有 你演的这么半天 不就是想把你那个废物老爹的台位 放回宗词去吧 喊你求来的科研基地 你求来的万亿投资 凭什么 就凭你上学五年 狼道入狱吧 够东西 你说什么 够了 李总 我说够了 李天琳 你怎么不动手啊 你怕了 你个杀人犯 你怕什么呀 左右不过是个死 你不会是怕你那个死爹在地下受罪吧 真没想到啊 你这个小畜生还有点良心呢 我说够了 李总 为什么呀 打他杀他 不过就是一念之间 今日 我本不应该跟你们证明什么 你们对我的留言 对我来说无伤痛痒 真是厉害 但是我却不能让你对我满怀期望的父母 蒙上着不白志愿 王哥 取委任状来 还取委任状 你编的倒挺像 你不会说 你这五年没有去做大佬 而是办了什么惊天大事 成了什么大人物吧 一会儿就知道 拿过来 天琳 这 妈 你放心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我李天琳 永远记住你和爸的音音教诲 我一定堂堂正正做人 清清白白做事 我和你一起 爸爸颜回祖辞 堂堂正正入祖辞 听什么 就凭这个 装模作样 都以我竖起耳朵 听着 李天琳 功勋卓越 贡献慎委 将破格委任李天琳为龙科院副院长 向其云州投资万亿升级教育系统 其中十亿 用以李家墩建造科研基地 以其故土人才更烦 不可能 这一定是假的 国家最高机构印章在上 你有什么资格置你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他一定是伪造的 他伪造伪人状 你们还不帮我把他拿下 这么说 这个项目 真的是天琳是出来的吗 那天琳也没有杀人 还成了龙科院的副院长 我 我们刚才居然做错了这种事情 龙科院副院长 天琳 这是真的吗 妈 这是真的 你看 这是龙国最高机构签罚的本人状 你看 上面还有大印 真的是国家大印 真的是国家大印 妈 红丑 咱们孩子有出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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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和你一起 把我爸堂堂正正的借回祖辞 好 现在 还有谁阐队 和我 我们错了 天琳 是我们错过你了 我们 我们相信的那些流言分语 对不起啊 放上主持 放上主持 冬城的儿子成龙了 这是光中药主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它放到主持的最高层 乡亲们呢 我们一起嘛 这是咱们村的荣耀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一起把东南南排位 放在宗室最高层 对对对 对对对 没资格 李总 让我看到我们在宗室 我应该是地区的 两下人 在我们平衡 对对对对 这种与一圆 立民地区 可以挟出 今天儿子做到了 安家的 天宁没有辜负我们的期盼 只在酒泉之下 可以安息了 李东强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你对我父母造成的孽 还没有还完呢 当初你就是在这里 欺欺我 我可以不追求 但是你今天勾我父子明信 欺欺我母亲 生为人子 若不血耻 天地不容 你要用假把动啊 不该吗 我是你的长辈 李东强 你摆什么谱 祖训有缘 对宗族有大贡献者 独苦单开一夜 被告九重 可是你妖言火重 差点害得我们铸成大错 你今天活该被打死 打死他 打死他 你呗 李东强 你还记得刚才对我说的话吗 王初华 这本是大家的意思 怪不了我呀 我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只是处罚了一个破坏祖宗民意的小混蛋 李东强 你才是败坏祖宗生育的罪人 小树上 你要干什么 啊 不要啊 一个 画掉我的名字 还没完呢 此时此刻 正如彼时彼刻 辱人 人和辱吃 李天琳 你什么高屁副院长 你这场背马戏 只能骗骗这些蠢货 你敢不敢 让我跟大海打电个电话 随便 正好他来了 我一道收拾 喂 大海 你在哪 我正在外面等送城主 咋了爹 你那边完事了 李天琳那个王八蛋回来了 你帮黑社会 帮咱们的祖父都给哭了 你 你快回来吧 什么 你等着 我这就回去了 快叫人 把公司所有人叫来集合 你们都给我听清楚 有个叫李天琳的死刑犯 带了一群黑社会去咱们去闹市 今天可是送城主迎接大人物的日子 你们 谁最先拿下那个死刑犯 我就会亲自为他去向送城主 邀功勤赏 走 走 小畜生 大海鸡子来到路上了 这次我一定得怒死你 那时候你未成年不入死刑 这一次你不但越狱 还勾结黑帮 败下如此的恶行 这次你死定了 说谁是黑帮呢 你 你 你什么你 问你话呢 你们这帮蠢蛋 你们就看着是要打我吗 我告诉你们 我儿子可是去接送城主了 他马上就到 什么狗屁副院长 如果我真的是副院长的话 送城主都不知道吗 我儿子都不知道吗 你们到底站哪边你们想撑住 对呀 这天明昭真是楼庚样的副院长 孙城主肯定知道 大海也会你生气的呀 不管是真是假 就大海跟宋城主这层关系 才能忍不起啊 李大海可是牙字必报的人 他不会以为咱们不关他爹 欠罚咱们吧 那你 毕老实说 你刚刚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变来哄妈开心的 妈 妈今天看见你 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李大海已经回去来了 你快走 早晚就来不及了 现在想走 完了吗 死到你以后还不知悔改 大哥 不管怎么样 你别随便打人 天明啊 不是我们不相信你 要不 你给宋城主打个电话吧 对对对 天明 要不 你给宋城主打个电话 我没有他的电话 什么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黄书华 我早说过 你这个蠢蛋儿子 永远撑不了财 你再说一遍啊 操 闭什么 放假火 这有子他妈在欺负我爸 老子当着女脸 说一万遍又怎么了 李天明是个废物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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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这次 你一定不能放我这小子 你放心吧 爸 就他在这几头烂 算我分分钟捏死 李大 看来你这段时间没走正路 你装什么装 什么正路不正路啊 我身后的兄弟就是正路 我背后的宋城主就是正路 李天明你看到了吗 我身后可有几十号兄 而且我还有几百号兄弟正从公司赶来的路上 就你带这几头烂算 今天全都得留在这里 你要是条汉子的话 就一人做事一人当 那你说我要怎么一个人当呢 你亲手 去把你那死鬼老爹的牌位给砸碎 当着所有人的面跪下 给我老爹磕一百个响头 然后 再从我裤裆下面钻过去 我就不把你这些带来的傻逼给弄死 李天明 赶紧来吧 磕头 你他妈笑什么 王哥 你觉得他们的提议如何呀 我觉得很不错呀 那就开始吧 好嘞 兄弟们 都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不愧是傻逼带来的人呢 你们脑子都有问题吗 怎么 当自己是兵王啊 十个人干我们五十个人 弟兄们 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你说什么意思呀 三分钟要解决我 咱 二 一 八 你 就你们这群废物 三秒钟足够 怎么回事呀这是 怎么能打 就凭你们这群臭鱼烂虾 能被中书数卫团的人打 也算是给自己掌领 你放屁 中书数卫团只为了鼓卫真正的大人 你也没得住 看了我今天要帮赵主义 但不少 事后得搞得要钱 李天琳 你还在装医呢 你以为你带着这些人真的护得住 他们是特别能打 但是老四代的人多堆都堆死你们 一群蝼蚁 堆在一起又能怎么样 大海 别等了 动手 我让这个天琳像狗一样 在我面前出扰 弟兄们 给我上 李大海 你干什么 你真的要对天琳动手吗 你要盖了我们最的机缘吗 你个臭娘们 我说了 李天琳是冒充的 你听不懂人话吗 凭什么说天琳是冒充的 是国家大义 谁敢伪造 再说了 这些人的身手都不凡 这更证明 天琳他就是 你个 你个臭娘们 我看你他妈就是挨抖 你挨抖 一个死囚犯为了报复我 你家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我告诉你 可能他带的这些人 就是他请的雇佣兵 他这是判货 你们知道吗 天琳 可是华京大学毕业的高台长 你是真他妈傻呀 我本来不想给你们这群傻逼解释 但是今天 我必须把李天琳这个废物 踩在脚底下 因为我要让你们所有人知道 李天琳他就是个废物 他这辈子不可能三生 你们都以为李天琳念了什么华清大学 就能出人头地了 对吧 我今天就用现实狠狠的打醒 你 过来 他985毕业呢 现在一样给我打工 还有你过来 长青藤毕业的 现在照样是我身边的一条狗 乡亲们 现在时代已经变了 什么狗屁文体 一文不值 现在讲的是身份 靠的是废家 你看我不起 村里的首富 我身后站的是宋城主 连我都没能走出这个小地方 他李天琳 一个寒门出身 他凭什么出人头地 他不配 现今的社会 想当大伙 那必须是家庭背景深厚 几代人的普入才能行 像他这样的贱子 一辈子都飞不上之头 成为父皇 是啊 千林若然真是那个奇迹 他为什么 也信不上宋城主 难道我们又被骗了 看来这个宋子义 真的是他们背后的保护词 那我们就先拍仓 后打老虎 明白 李天琳 到现在了你还在装 行 我就先把你这群马仔干掉 我看你待会还怎么装 兄弟们 弄死他 你 你们怎么会有枪 东央树卫团 奉命保护李总 把这群黑恶势力全部给我拿下 二号三号 速去捉拿宋子义 李天琳 你为了今天这出大戏 你真是煞飞可惜 下了血本啊 可惜 老子不信 还捉拿宋城主 恐怕你这出戏演完之后 你就要逃之夭夭了 可惜你不知道的是宋城主十二点半周 给到达这个阵 应该你们现在还剩下五分钟 今天你们谁都跑不了 小畜生 你宋城主来了 祝你今天越狱 纠结流氓 还影响大城主的到来 你次你妈都得下地狱 还有那个老师李少青 他们一家的也不能放过 对 我肯定不可能放过呀 李天琳 我还给你背了一份大礼 把人带进来 师母 你干什么 李天琳 你又害死我们吗 当初老李教你念书 那是雷金裤腰带呀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吗 师母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们呢 那妹子 天琳现在出息了 她回来就是报答李老师和您的呀 你放心 她报答我们 把我们老李报答进医院了 她报答我们 带着一群黑社会的人来打 宋城主的人 你们把李老师打进医院了 该死啊你们 李天琳 我求你了 你放过我们一家吧 我求你 我要放过我的吧 放过我的吧 你快起来 我我我 这是根子 我求你了 你答应我 想不行啊 放过那个李大海恨 李东强吧 师母 国有国法 家有家为 他们这些年罪行累累 我不可能饶过他们 那也就是要 比赛我 大妹子 你别这样 你要相信天琳 他真的能给你做主的 他能做个屁的主 有听他们扯淡着功夫啊 你不如给我跪下来 磕头道歉 没错 我们父子俩啊 最深胸困惑 只要你让我们满意了 我会去向宋城主给你们求情 你和你家那废物东西 这没什么 你们两个狗东西 还敢大放决策 你们说的是真的 你到底贵还是不贵 只要 只要你们能放过我和少庆 我贵 师母 别扯 不许贵 不许贵 你怎么从医院跑出来了 臭娘们 你要是再不贵 你就跟这个废物东西一起 去给李天林那个骗子陪葬 滚 刘老师 老子的学生 哪能闹你这样说上造势 我弄死你 你终于回来了 你这个臭傻子 你活该给李天林陪葬 你真以为 他能为你长腰吗 李天林 你要害到我们家伙人王 啊 我打死你这个 你真是傻啊 李少青 你不过我们这个家伙 我们娘俩啊 他们可都是送上主的人呐 你给我闭嘴 你说什么 你疯了吗 我没疯 相反 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叫清醒过 李少青 你还没说什么胡话吗你啊 胡话 我李少青 我那么穷过 苦过 但是我从来不说假话和红话 老婆 这些女人 你是跟我吃了不什么苦 我就是个穷教书的 没什么本事 对你们娘俩 也没有做到尽账目的责任 没有让你们过上好日子 我李少青也有骄傲之处 那就是 我相信我骄然的学生绝对不会威非作歹 我最得意的门生 绝对不会信口呲谎 操 你这窝囊费还眼上了 还装上了 李天琳 学生在 能否这两个畜生得到应有的吐霸 祖宗林浅 父亲观测 母亲身边恩师在上 我李天琳 在此历史 我一定会让他们父子 受到应有的惩罚 法律的制裁 还会让你 好礼满天下 天呐 我一世这辈子 不想明动天下 我只想好好当个老师 老师 我这次回来 国家下博了一万亿 来升级云州的科研和教育系统 到时候 就有你真正施展才华的平台 您就可以逃离满天下 而你们父子 也会付出该运的代价 秦林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律法之前 我先带祖宗惩戒你们这些不孝子 刚刚你父亲已经感受过 现在轮到你这个畜生 李天琳 十二点半马上就到了 宋城主马上就到 他不会疯过你的 放心 是 李天琳还在故作镇定呢 装给谁看呢 这群王八蛋是在给自己挖坟 你们现在没打我一下 等宋城主到了之后 我要百倍千倍奉还 宋城主 宋子义 他那个级别也可以知道李院长的资料 不妨告诉你自己 他宋子义今天就是过来当司机 接李院长去云海盛亭接风 他就只配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迎接 而他现在连这个资料都没有了 是个草根出身的废话 还妄想宋城主给他开车 给他当司机 还妄想一步登天 李天琳 你太天真了 你真以为寒门能除贵子吗 谎话说多了 连你自己都信了是不是 李东强 李大海 有些东西你们根本就没有资格知道 但是我父亲告诉我 只要你一切皆有可能 谈门之人只要拼搏想伤也能搏击万 我呕心沥血了五年 就是为了证明我父亲说的话 他一生坚持信念 没有做也不会做 今日我面对祖族 面对我父亲 我便要让你们看看 穷人家的孩子也能成才 寒门也能除贵子 你们都傻了吗 你们就是要看着李天琳在这胡说非为吗 你跟宋城主来了 那十亿经费你们还要不要了 天琳 这个大海跟宋城主的关系重点重置 这十亿可关系到我每个人 这事可不敢闹着玩啊 祖华你劝劝你儿子 这事闹大了对谁都不好啊 天琳 宋城主可是守卧实权的大人物 你现在虽然是龙科院的副院长 但是能不得尽 还是 马尔 如果这个宋子弟 他真要给他们撑伞作妖的 那便是他们的秘密 是 是谁 居然有这么大的头戚 宋城主 宋城主 你终于来了 您要是再晚到一苗 您就看不到我们了 你来说话 太大了 简直不法无天 我看是谁吃了雄心豹死的 敢对我委任的村长还有云州企业家动手 来人 把他们全部给我抓起来 宋子义 你连我也要动吗 你是 城主大人 他就是我给你说的那杀鱼饭 他他妈的逃了回来 带了一群黑社会来报复我 对了 还有这群刁民 李少青 他媳妇全都有份 他们仇服了 他们不想李家村 甚至不想云州好 他们要毁了我们的科研基地项目 甚至想毁了云州的千亿投资项目 不 他们想毁的是宋城主你的锦绣前程啊 好 好啊 大人犯 黑社会 还有一帮刁民 来人 把他们全部拿下 斩罚抗扯 就定格上 宋子义 你就是这样迎接我李天琳呢 李天琳 你放肆 宋城主会来赢你吗 宋城主这是代表云州 每一个人民来惩罚你这个杀人犯的 你刚才说他叫什么 他说他叫李天琳 李天琳 怎么 耳朵不好 我重复第二遍 属下不吃啊 请你受罪 不是 不是 宋城主啊 你干嘛对一个杀人犯这么功能啊 兔崽子 我让你维护治安 你大人物 你他妈都干了些什么 宋城主 我这是在维护治安啊 我就是怕这个杀人犯 会冒犯您说的那位大人物 你个兔崽子 我让你维护治安 别冲撞了李院长 我觉得你就做了些什么 啊 眼睛张到屁股上了吗 把李院长当杀人犯 李院长怎么可都被杀人犯呢 天琳呢 你真的是龙科院的副院长 师母 我跟你说过 你一定要相信我 公子叶 你还要拿我吗 属家之错 属家之错 属下 实在是不吃草啊 不怪这两个畜生 是属下 信错了人啊 您放心 我现在就把他们拿下 你们俩说吧 是自己属手就筋 还是让我出手 宋城主 是不是 这属家有误会 一定有误会 做个什么会 这省里才给我打的电话 让我来李家村 迎接李院长 这不可能啊 宋城主 他一个寒农见明出身的人 连教授都拼不上 怎么可能是副院长 宋城主 您看过院长的资料吗 宋城主 您看过院长的资料吗 我 我级别不够 这院长的名字 我还是 化了好多关系 才搞清楚 宋城主啊 这就对上了 此人 最为虚荣仇妇 他定然是听到了 院长和他的名字一样 所以来混水落鱼的 宋城主啊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不信你可以问问 李家村的每一个人 谁不知道他们家 他就是一个寒门出身的建民 怎么可能短短五年的时间 就平上龙科院的副院长 这话 您姓吗 是啊 没有资料 没有人提醒 这样的寒门之子 他一百年也 承不着他人 我 你 您能不能拿出个戏 我 让我看看 本来 我是想给你证明一点东西 甚至通知你 来接我 就是想给你机会 接近 又提携着 不过你自己 不争气 刚刚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你是李家父子的宝父子 我想我应该没有什么必要 给你证明什么身份吧 来人 给我把他抓起 宋城主 来人 李天林 本城主本来还不确定 但现在 你演不下去了吗 如果你真的做到了那个级别 你应该知道我背后的靠山是谁 就算龙科院的副院长来了 也要给我三本副面 就算龙科院的副院长来了 也要给我三分剥面 李天林 你就是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一个掺赃王法的区区城主 死到临头了 居然还在这儿讲起了张诚 你们才是真正的将帝之蛙 事到如今 你们还敢这样跟宋城主说话 那不是李天林 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啊 你们真的一点退路不留给自己吗 黄哥 他刚刚那句话倒是提醒了 我们是应该给赵副主留点体面 你还倒是真是能顺杆扒呀 你 赵副主 你派来的司机不太专业 我想我应该到不了云海盛军 只能去监狱 官院长 您的安全终于太深 我马上派人 五分钟 军州军就到 反了 简直是反了 公主 怎么了 我正在整理万一项目的使用报告 抽不开身 就让宋子一的王马丹去接李院长 谁知道 他竟然把李院长给抓了 他竟敢做此大胆 你没有让他看照片吗 这 按理来说 他这个级别还没有资格 不过 就算这个样子 他也不会认错人呢 李院长可是当年的沈状员 何其罪不明 现在不是最有原因的时候了 我命令 云州总命交战 走 要命 保护李院长 李院长 乃脖子注尸 神父 荣国 千年活运 他 丢了一个桶 你我陪杀 都不成万 知道吗 是 我这就过去 胡说 你也去见李院长 这个时候 我哪有脸去见李院长 我要开会 连去宋子一 所有的职务 宋子一 你还有五分钟的时间 云州军就会赶过来 这是给你最后的记忆 李天龄 你还在装模作样呢 还给赵福主打电话 还调动云州军 你他妈算个什么东西 我的记忆 我的什么记忆 李家父子的事情 我想你应该知道 知道又如何 本来我不想跟你那么多废话 但是今天情况特殊 你必定是云州当地的副武官 我想 你当着我祖宗的林浅 你该当有个回应 你想让我怎么回应 持我李家族法 陈凶徒 罚几过 给你换个坦白族官 李太连 你这 还有四分钟的时间 我不想重复第二遍 不用四分钟 只是 你有这个资格 你再问问他们 敢让我这么做吗 城主大人 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 城主大人 你就让我们走吧 我们什么都不要了 这跟我们没关系 走 虽然你们是一群 无足轻重的小辈 但毕竟 为李天灵这个畜生 呐喊摇旗 现在城主大人授数 你们还想走 走得了吗 我们的李院长 可是一直挂念着你们呢 让宋城主惩罚我们 不就是为了 给你们出口恶气吗 他还要证明 韩文能出贵子呢 你们怎么能走呢 李天灵 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呀 我们都已经认命了 你不服 干嘛要带上我们呀 刑法 刑 还是不刑 李天灵 我说你他妈 到底有完没完 城主大人 莫再跟他废话了 赶紧动手吧 这场闹剧 不该落幕了 来人 把这些刁民贱民 全部拿下 你 宋城主 我 宋城主 没关系啊 重要吗 你们这些贱民惹的 把你城主 我十分不爽 一定拿下 又能如何 李天灵 这都是因为你 因为你啊 李天灵 你就是这么 放大我们的吗 赵燕秋 你给我闭嘴 神经 天灵 这些人 已经无可救药 让他们赔罪 简直就是让祖宗蒙羞 我看 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老师 您说的有道理 那你觉得 我还有必要请你周军来吗 天灵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这毕竟是地方的事 你本不想自己亲自动手 这是给赵福主面 但是 这些家伙 竟然蹲了平的上脸 我想 就没有必要无欲了 老师 你还是像以前一样 一如既往的一针见血 还有一分钟 不是我不给赵福主面 而是他派的这个宋子义 不争气 黄哥 他们全部给我绑了 就等您这句话 你到底要不找找 还在这儿 班长主没工 我在这儿陪你们演了 来人 把他们全部拿下 放手 你 你干嘛要带上我们呀 就是 李天灵 他们干嘛 我不说话 是不是感觉到非常失望 我到现在终于明白 你那点小心思 你不就是觉得 自己已经是天之骄子了 为什么到最后 还没有飞黄腾达 所以 你就借着今天的机会 就算是 豁出你的性命 也要抒发 心中的义气 是吗 可惜呀 可惜 没那么可再 班长 早就已经认命了 龙伯的蝼蚁 早就已经证命了 读书 不会让他们有任何的出路 你今天来这儿 就是个笑话 一个彻头彻毁的笑话 没有人会赞我 没有人会欣赏你 也没有人会称赞你 正香 他们还会怨你 害他们失去了 拆迁款 还会怪你 把他们卷你 新日之事 小青 小青 事到如今 你我死了 你就死了 就给孩子 留一条活路吧 小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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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笑什么 你觉得我会为了他们生气 李天琳 你装什么装 你为他们出头 他们根本不感激你 不过反而 只要我们能保住他们的命 他们就愿意给我们当狗 你不生气 谁信的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五年前我早就已经清楚 我这次回来 根本就不是为了他们 而是为了云州 李家村的那些下一代 让他们早日 破除心中余物 开头望远 所以他们怎么想我 根本就不在乎 宋子叶 还有三分钟 我再问你最后一次 刑罚 刑 还是不行 你们这帮黑社会 竟然敢对城主大人不少 我忍你很久 你怎么在这黑社会 还有你 一个区区的城主 居然真的敢对李总动手 我腻歪了吗 你们要干什么 李天琳 你疯了吗 你居然敢对城主动抢 我说过 如果你宋子义 敢给他们撑腰坐下 那你这个城主 也没有必要要当了 李天琳 你给我闭嘴 你都把我都听烦了 李天琳 你别太嚣张 我承认你带着这帮黑社会 是很能打 我告诉你 那又怎么样呢 我跟肖札 赢得可是过命的矫情 你这些大伤 再能打 能打得过一中斤吗 你 你们这些刁民 今天为了作伤 我告诉你 今天敲死兵 不会放过你们 会将你们一扫而空 天琳 你可是李家村土生土长的人啊 你你就算再恨我们 也没必要害到我们吧 我说话 你赶紧关闹你儿子 别让他以后再说了 你属都领钱 你哪有眼睛那样 看着他把我们都恨死吗 去你的妈 一群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别管 这个钱人 你先会找到这些黑社会 威风一世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就给小总兵打电话 喂 小总啊 你快来吧 快来救救我 我在李家村 黑社会给包围了 我正在赶在李家村的路上 你等着吧 好 我告诉你们 小总兵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群黑社会 就是现在跪下来 求我也已经来不及了 求你们 让这个老狗开开眼 让他知道知道我们是谁 是 这 这不是成祖基金官 这怎么可能 竟然和我直接吃瓶 怎么回事 你居然跟这个老狗一个级别啊 你虽然是我们里边级别最低的 但这太低了吧 我回去一定努力 半年 半年之内再进行不上来 给我滚回家卖红素 是 竟然是 值级最低的 老东西 你在我面前 就只有立正敬礼的份 四星公关 竟然比诸夫还有高尚万级平静 去做的成不主观 我说我真的 真的是李院长 现在才知道 这绝对不可能 他一个草根出身 怎么可能是龙克冤灯 冤灯 假的假的 全都是假的 对了 他们既然能伪造伪认状 也就能伪造军装 对了 孙叔叔 你赶紧再给萧总平打一个电话呀 对 对 李杰林 不是说我文中 你的军军就到了吗 文中已经到了 人呢 是假的 你就是假的 你找不来人了是吧 好 我帮你找 孙叔啊 你到哪儿了呀 孙叔救我呀 我在你身后 哎呀 孙叔 你跟上来了 李杰林 你的死体到了 原中总民休战 奉命你再来 向李院长报告 什么 向李院长报告 向李院长报告 这连真的是龙科院的副院长 你的学生真的成了 寒门兔鬼子了 妈 你别哭啊 你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了 我带你一起去新高附近 李院长 我 我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院长 你们全都是假的 假的 他妈的 都怪你 哪有你 这个中国不如的东西 你简直是上进去狂 把李院长的父亲租租匪里挖出来 还要用家法 打李院长的母亲 我现在就要以印度公共的身份 以你离家的家法 打死你和你儿子这个不强的孙 刚才给过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 抓走 刚才给过你机会 你自己不珍惜 抓走 成主 都这么被带走了 萧总兵 我听他说 你们是生死之交 吃了几顿饭而已 看在他是成主的面子上 叫了他是老弟 没想到这个畜生 是非取直 我自己心里有数 辛苦你了 李院长 您是帝国助手 能跟随您 是我们最重要 他真的成龙了 哥 哥 你赢了 我错了 我错了 你原谅我呗 建林 建林 李院长 李院长 你找了我们吧 我们错了 错了 我们不要 舒华 舒华 你让建林 给我们一个机会吧 爸 你想怎么样 我可以 好 很要机会 我给你们 但是 你们要在祖宗面前 给东城 赔礼 给李老师赔礼 给大家伙 赔礼 李东强 你做 还是不做 李东强 你做 还是不做 做做做做 我都不要做 大海 快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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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成 都成 我错了 我到今天 我才知道 读书才是正路 我 有了 奖取 好赌 就算是 发了财 也会得到 天前的 我给你 磕头 李老师 李老师 我才不要你这种 出手贵败 说 说 说 你不配给李老师 磕头 我配 我配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 找错了 我 怎么样了 他要问问你自己 对了 村民们 我还得向你们道歉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我趁着灾年 低价 坚定 我还欺瞒 八抵 村民们把 何书华 都让我给睡了 我还抢了 五毛户的钱 大海的公司 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我 行为我 出手为 男人的院长 我不愿意让李家村的人念书 所以我怕你们超过我 脱走我的一切 打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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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我 就死了 说话 说话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救救我们吧 我们都按照你说的情况 救救我们吧 原不原谅 要看祖宗的意愿 我现在就不容易 祖宗嘛 我想问问你们 原不原谅 这两个兔兽 我忘了 祖宗是不会说话的 继续打死他们 李太林 你要打死我吗 说了你是不愿意 打死我 你能搞得了吗 停 李太林 你出息了 就算我恶光百亭 你也杀不了我 你个臭娘们 你个耍我吗 不责量 我们弄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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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东强你大 我现在不能杀你 不让我不管到你们 而是因为你们的罪孽还没有还完呢 啊 继续大喊 你公司害人无数 在赔偿所有受害者之前 你没有轮回的资格 小董冰 你不快块他 他吗 他只是个科研护链 他凭什么动牢 凭什么 你要是不管他 我就去福利告你们 去中书告你们 李远长 您怎么亲自动手 抓他 快抓他 瞧怎么样 我要去中书告你们 去中书 你何必舍尽求远呢 你什么意思 刚才你们要看的东西 现在给我睁大双眼看轰痛 李总这次回来 代表中书 监督云州教育系统 万亿投资之势 所有贪污者阻碍 上之服输下之地痞 皆有先斩后奏 变异之权 杀你 就在变异之内 杀你 就在变异之内 李远长 李大人 我知罪 我知罪了 李东强 你可以不用赔罪 但你带着你的儿子 去赔李 三天之内 要是那些受害者 没有收到你的赔偿款 或者是你少给了赔偿款 都别杀你 小总比 这几天 麻烦你了 大人放心 带走 妈 老师 师母 事情已经办完了 该给我爸 找一个合适的灵源了 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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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李远长 你不能走 你不能走啊 你在干什么 是我做 是我做 忙了 我们现在就把东超 一会做分 对 我们把排外放到最高处 在座路上 给你们带开一眼 你是我们的骄傲 你不能走啊 对 对 你们还是把钱都拿走了 有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没有必要了 从此以后 我跟你们恩怨两千 科研基地也不适合建在这里 黄哥 到 麻烦兄弟们 帮我抬关 这是我的荣耀 兄弟们 抬关 我们亲手 把神龙给赶了出去 大人 做出天罚之剑的家伙找到了 在龙国辽虎云州 不过被虫虫保护了起来 不好直接动手 那就换个方法 先在上面 再让你动手 全能的神帝 保佑我们恩国 恩使敌意 爸 当初你让我好好读书 保守国家 我做到了 李少谦老师 也当上了分管教育的副成主 有他在 我相信 云州的孩子们 也可以靠读书出人头地 我们穷苦人家的孩子们 也可以靠自己 出人头地 当家的 孩子没让我们失望 你在天之灵 安息吧 妈 别太伤心了 我们以后可以现在过来看看吧 妈 现在也没啥好伤心的 要硬说的话 你也老大不小了 该给我们李家添个后了 妈 我才二十四岁 像我这么大年纪 研究生都还没毕业呢 什么才二十四啊 村里像你这么大的 孩子就打酱油了 你叔叔那个 喂 妈 赵父母电话 我接个电话啊 那好 就这么定了 明天李少庆成主 就任一事上 我再和李院长相会 到时候见 这个赵父主 爱得真及时 玩完了 你怎么神出鬼没了 看我两个梦 我脸上有东西啊 没有 妈只怕 这一切只是梦 爸 这怎么可能是梦呢 你儿子我不是站在这儿吗 五年前 我们还在被李东强欺负 现在呢 你都可以跟辅主 平起平坐 甚至还跟圣女丑了 就这么聊几句 把父成主就给定了 妈 我这一切都是你给我的 若不是你当初供我读书 我现在恐怕 还在小山村里面 是知识改变了我 是你和爸的爱 助就了我 妈 厉害的不是我们 是你们 是大厦无数像你们一样 勒紧了裤腰带 要把自己的一切 都给自己的孩子 能够让自己的孩子 出人头地的父母 好了 不说这些了 你小子东拉西扯的 是不是就是在逃避 我跟你说的事 什么事 月月还没结婚呢 你说的是 杜家村的那个杜月月 她还没结婚 哎你这个小子 我看你这一次回来 胆子变呆了不少啊 他在感情上还磨磨蹭蹭的 连这点勇气都没有 妈 我是怕我一时半火 接受不了 现在行了吧 我打小就看你们俩好 人家姑娘 现在出落得更水灵了 还在试衣中当老师 工作也稳定 还单身呢 你走了之后 人家还偷偷的给我塞了一些 他攒的私房钱 你可不能狼心狗费啊 等我忙完啊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打不打电话 打我打 哎哎我打我打我打 别别别我打我打 我不知道这个杜月月还记不记 喂你是 我我是李天灵 我回来了 天灵哥 你终于回来了 对我前段时间 好 到时候我去接你啊 嗯 我们一起去吃饭 好 那我在学校等你啊 好 拜拜 拜拜 别好了 他让了 他说了 让我接他放学 你算什么呀你 我孙孙 我一年内 你能不能抱上孙子 怎么还不来啊 电话也不接 哎 杜老师 来吧 我不行 你要干嘛 这杀过来我就喊人了 你喊啊 我告诉你 你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咋我了 我告诉你杜月月 你给脸不要脸啊 我爸马上就升副城主了 你要是从了我 老子让你当校长 你要是不从 老子让你上街场要饭 那我继续街场要饭 见婊子 老子今天就强了你 为什么 我明明马上就能见到天灵哥 老天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滚开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天灵哥 你放心 有我在 妈的 那哪冒出来的 你敢怕我的好事啊 我告诉你啊 是谁我弄死你 谁啊 天灵哥 他是教绑房主的儿子 我们都不过他的 云州教绑房主的儿子 你爸是王振虚啊 知道怕了吧 啊 老子 现在把你身边这个女的送到我这来 然后跪下给我道歉 要不然老子弄死你信不信 今天当着月月的面 我不跟你计较 回头找你算账 月月 杜首义 我操你妈 你什么情况啊 啊 你女儿勾引什么的 还能打我 什么 王上 你听我说 我不听 我告诉你 今天你要是不把你女儿送到老子房间 老子让你全家都死 天灵哥 你刚回来 我就连累了你 我 傻丫头 咱们都这么多年同学了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再说了 他算了什么东西啊 他爸可是叫个房主 而且听说 马上就要当分管教育的副城主了 放心吧 他灯不亮 天灵哥 你 喂 爸 傻丫头 你居然敢勾引小白脸打黄手 赶紧给我死回家来 爸 我 你放心 我陪你一起回家 爸妈 死丫头 你都干了些什么 王上那是何等人物 你也敢不从 爸 我不喜欢他 你 你不喜欢他 他不是教放方主的儿子 你不喜欢他 就请问小白脸是吧 那个小白脸在哪了 他怎么不敢出来呀 担作不敢认 杜叔叔 你 你是李天灵 别来无恙 张阿姨好 杜月月 你别告诉我 那个小白脸就是他吧 妈 王不勤要抢劫我 是天灵哥救了我 死丫头 你瞎眼了啊 你就算是不喜欢王上 你也不能喜欢这个家伙 他出去上大学 五年没有消息 大家都说他进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首先杜月月是你的亲生女 那个王不勤 他就是个人渣 你们不要跟他们一起为虎作唱 其次关于我的事情都是传谣 好 好小子 你教训经我了啊 你有本事 我们那个傻子 因为你过了五年的苦日子 你的事就是姚传 你从华庭大学毕业 现在应该了不起了吧 爸我们那个傻子 还有我那个傻子妹子 都应该在哪儿了 我正想说这个事情 你们就是看中了王不勤 他的父亲王振虚 是新任傅成主 但我告诉你 新任傅成主 根本就不是王不勤的父亲 王振虚 而是我的老师 李少青 真是好笑啊 那个傻子 能当傅成主 哎呀 就是个人类 明天就是新任傅成主的 继任仪式 到时候你们一看电视 你们要是不相信 现在可以打电话 直接打电话问 打什么电啊 他那就是个傻子 穷鬼 我们家早都不跟他来往了 给他多说一句话 都耽误我们家的通水器 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李老师呢 他也是我的老师 而且 还是我的姨父 什么狗屁姨父 他就是个穷鬼 哎他前面没一个好人 你看 这就是他教出来的得意门生啊 上学五年干了多少坏事 毕业之后 就知道勾引小姑娘买股的呼话 爸 你要真拿我当你爸 你晚上就去王少家 把王少伺候好了 爸 你说什么呢 刚好当着什么了 爸肯定是把你当女儿啊 女儿长大要嫁人的 要是嫁给王少 那可是破天的富贵 王少说 国财里都有一百万了 爸 要嫁你去嫁 你这个逆女儿你去哪儿 还配搭一个父亲骂着你 你 你他妈该关老子的事 今天当着月月的命 我不跟你动手 如果你要想做任何一件伤害月月的事情 我知道我不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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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小伙伴 这就是你教的女儿 你回来你一定要打死他 打死他 月月 等我一下 你怎么哭了 咱哭就不好看了啊 天灵哥 我该怎么办啊 你放心 你现在就应该把那些烦心的事情都给忘 起 王不行大蹦也大不了几天 可是 你看看 小绿都不想让你伤心 什么 丑死了都 走 我带你去个好看的地方走 天灵哥 你怎么不追啊 人家还穿着高跟鞋呢 怪我怪我 那你要怎么补偿我 给你 给你 你从哪里编出来的 绿月 你还记得这双鞋吗 这是高三我们毕业舞会 你给我买的那一双 那倒也不是 这是我刚刚在路边啊 给你买的一模一样的 你还记得那一天吗 我当然记得了 那个时候啊 我是我们全班 好像最差的 学校搞的那个毕业舞会 我没有勇气去邀请她 是你主动邀请的我 天灵哥 那你这一次有勇气了吗 绿月女士 你愿意陪我跳一支舞吗 天灵哥 当初你说所谓爱情 就是两个渺小的人 鼻子取暖 我们都出身平寒 无法和这世上 全归抗和 但能和你在的这一天 我已心足 我今天便离开 这座城市了 莫要寻我 杜月云 喂 王哥 我要你立刻找到杜月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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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跑 你想跑哪去呀 我给你最后一句 想真说了吗 我想明白了 我最初死 我也不嫁给你这个人家 好 既然你这么想死 我能让你彻底的变死 人间你骂的臭 你要干什么 开车 去副城主基人大典 我要让全城教育系统的人都看看 杜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城 杜月找到了没有 李总 我们调动了监控 是王不行抓了杜小姐 现在正往基人大典方向开局 我们已经往那边集合 哇不行 喂 晚上喝点啊 我把车给我 我了车 这张黑卡拿着 卧槽 你怎么还拿钱砸我 什么 是走黑卡 快点啊 剑表子 你看到了吧 今天全城教育系统的人都来了 你那个小白脸昨天在你家不是说他妈的李绍兴要当副城主啊 你好看看 领导席上有他的名字吧 坐中间的不还坐胖吗 哪有如何 什么呢 又如何呀 你不就是想 这小子靠着他师父就能飞黄腾达吗 在你这种人眼里 金钱全是人难道就是一切吗 我和天灵哥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他 好好好 真爱是吧 行 老子今天就来个全城直播 我看看你这个小白脸 还要不要 我不行 给我让他 让他 爸 儿子 王建律 你走过来 王建律 啊 你是什么人 敢给老子精神大点闹帅 抓住他 本人 退下退下退下 你别动我过去 小子 发生什么事了 过来 爸爸快过来 现在能放了我儿子了吧 好啊 这边我打你教祖方 这边我打你师尉苏参 这边我打你贪污 跑归被归 不要 月月 我说过 我一定会护你周圈 为什么不信 天灵哥 他们 他们都是 你就是那个李天灵是吧 好啊 你简直是反了你了 带着一帮黑社会 来附成住军人大点闹刺是吧 你们找死是不是 你什么模板你们知不知道 李天灵是不是 今天你打伤我儿子 剧中道事 蓝逃一死 蓝逃一死的是你们 你疯了你 杜月月 这就是你选的男人啊 他疯了 天灵哥 你不要为了我冲动做傻事啊 月月 你放心 你站在我妹妹就行 李天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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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的传闻是谣言 什么合皮谣言 你就得护车会出来 还不过来 难道你要跟他一起陪葬 你们一直都在这 我们这是路过 这些人 不仅屈颜覆势 还狼心狗肺 刚刚才传见你们女儿 你们站在旁边 你们还可以为人父母吗 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好像不会怎么回事了 应该是杜老师不愿跟着王少 王少要强奸杜老师 然后被黑子打了 他太疯狂了 不过英雄救美的桥段 我好喜欢 这个黑社会长得也好帅 我好想给他生猴子 你疯了 他死定了 没说王局长 马上要收不成手 就算不收 他带这么多人来 持枪威胁 那也死对 可是他长得真的好帅 对了 还有王老师的父母 简直就是畜生 居然做看女儿被强奸 那个王不行恶心的像头猪 听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他们才是正义的一方 虽然手段有些不合规矩 但是王家人这么多年 做了那么多坏事 咱们都是清楚的 杜老师多么好一个人 怎么能被王不行给糟蹋了 杜老师多么好一个人 怎么能被王不行给糟蹋了 都给我闭嘴 你们都想死吗 这天里看到了 这就是权力的历史 你这种走根 你能抵抗吗 等你们 我想死 你给我抓住这畜生 王真群 您是肾虚影响到脑子了吧 真以为自己能生副成组 不是我还能是谁 我要死物 你是谁 这人是谁啊 根本不认识 他要当非党教育的副成组 难道是外事调音了 这不是县中的李绍青老师吗 我还听到他公开课呢 县中的老师 当副成组 疯了吗 李绍青啊 你还真敢来呀你 赵燕局 我们家燕秋 平日里自然颇大了心 可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什么定事 哎 李绍青 什么时候轮着你来教训我们了 再说了 他妈的你有什么资格 哎 昨天我听这小子说 你要生副成组了 我还以为啊 他随便吹吹 没想到 你今天还掺着人魔鬼样的来了 啊 跟他冷言起手了 哦 大乘广众之下 你要装摇照片 都说都傻逼了吧你 啊 跟他冷言起手了 哦 大乘广众之下 你要装摇照片 都说都傻逼了吧你 哈哈 哈哈 有意思 真有意思 我本来是分管教育的护城主 管不到治安诈骗 没想到 你们竟然在我的近人大典上闹这一 这不是给我分成组了吗 哈哈 我现在又联系专部门 全部抓起 啊 啊 啊 儿子 啊 没事 爸 都什么时候啊 还做春秋大冒 王真逊 你连伟人状都没有 竟还想着当副城主 谁给你的自信 你们这群渣子 不想活的是吧 爸 爸 你把人都拿走 给他们看看 就是 李天琳 还有你们这群麻子 对 还有李少青 你这个穷鬼 你们敢对城主动手 敢冒犯城主 你们全都在死 王军 把你的文状拿出来 让我给你看看 找了个黑神会 而我们给他找了个 人中龙凤 到底谁猜着好 去 你快把尾认状拿出来 然后咱们去医院呢 爸 快 快 这这这这 我没 哎 哎 哎 成主 你怎么可能没有呢 什么 他没有尾认状 看他那样子 我以为他都拿到了呢 都开大点了 他都没有人状 我看呢 他就不是副城主 放屁 老爸在云州教育考工作这么多年 副城主不是他还能是谁啊 绝对对 王军 还需要那样东西啊 王军都互动多久了 不需要这样东西 念琳 你难道还听不懂吗 你现在 是选一个即将要死的死刑犯 还是选 金龙之子 你选吧 你你们把我当成什么了 你们根本就不配为人父 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观念 而是因为你们瞎了的狗眼 你他妈的说什么呢 老师 给他看吧 看什么 当然是看 你们没有 而我有东西 伪认状 辽浦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令 京府商定 报中书批准 可热命 李绍青 为云州副城主 封管 教 科研 就是不可能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是新任副城主 你就是张远全找到废物老公 你怎么可能一不当天 王军 你不是上面有人吗 赶快打电话呀 就是王军 你不是上面有人吗 行李的 你等着 赵福术来了 有你们好操的 去 赵福术 你终于来了 谁敢对李院长和李城主不见 一个破老师当副城主 还有这个 一个穷脚丝还是院长啊 什么院长啊 县医院院长吗 赵福术 这是不是弄错了 这些年 劫心尽力 就算这副城主不是我 那也不应该是这位老师啊 赵福术 这都是独活罪了解了 一个是穷逼 一个是傻逼 他们怎么能出头呢 是啊 那李绍青 求我妹妹的胸 连彩底都拿不出来 你们 是你城主的亲戚 我 他真是 李绍路有你们这种亲戚 我记得感到吃肉 还有你 你知道不知道 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他是谁啊 他不就是个穷脚丝吗 对 在在你面前的这个人 他就是 最年轻的 最年轻的 顾院长 中书特令 开历史先河 以少年之身 领中书令 总督云州 万亿投资 寻查 辽府上下 教育科研系统 中书特师 李千天 李千天 这 月月 我是不是跟你说过 我可以保你周全 你现在该相信了 天灵哥 报告 云州上下教育系统 已经彻查完毕 和王振虚 有牵连的三十七人 你已经全部逮捕 报告 王不行这二十年来 所有罪证 居已查清 王振虚 王不行 你们案发了 干嘛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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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可能呢 是吧 我寡的妹妹 嫁给了真脑 我寡的妹妹 这个废物 只要嫁给了真脑 好女儿 好女婿 咱们家这样了 都是你这个疯妈指使的 这么多年 你看 她终于遭报应 彻底的疯了 咱们不管她 不管她 你 你 滚 滚 妈 妈 我不认识你 你是谁 你走 我不是你妈 让她走吧 杜小姐 你妈妈没有疯 什么 那她 我奉命追随李院长 也懂一些医术 你妈妈的脉搏并无异象 那她为什么 她虽然有错 但她比杜手艺要强得多 是啊 你妈妈是不想给您留下污点 天灵哥 我 派人保护他们的安全 让她一定不能做什么事 是 约 等她冷静冷静 我带你一起去找她 约 现在 老师 开始吧 现在我宣布 云州 云州复城主 继任典礼 现在 开始 这是我诈骗你的二十万 现在如数奉还 什么 你不是说拿去投资藏地产吗 张先生 这两个人就是骗子 我们现在正带着他们归还受害者的钱财 谢谢你啊 这可是我的国家财本啊 张先生 不必投奖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国陀人 你 你 你是什么人 M国特工 别赢 我现在 叫你们去做一件事 你是M国人 你要让我们叛国 你们两个 你像流浪狗一样 难道还要效忠吗 好 我们 赵素 国 我们有一个条件 你说 要让李天连死 如你们所愿 我相信 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之下 云州的教育和科研 一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 喂 李总 我突然遇袭了 什么 啊 李院长 李院长 我妈怎么样啊 我妈 你不动在 以我们医院的医疗水平无法一致 那就马上转悦 我现在就安排十相机 你这人扣法十相机不多了 你就是你 我 我 五天前一归的供我读书 出了车祸 现在儿子出人头地了也没有保护你 阿姨还有多久时间 最多十分钟了 天鹿哥 最后再去看阿姨 好 天鹿 孙元长 天鹿他 你现在不能倒下呀 国家还需要你呀 可是我吗 有我们在 绝对不会让国事的母亲在这里倒下 我 我 都能躲下 你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阿姆国龙科院院长带着十多名院士 来救李天琳的母亲了 李天琳 艾尔夫夫主 都在医院等着呢 总说吧 我的人已经强入龙世纪 我坏了天法之间 让你杀掉李天琳 这是我阿姆国的英雄 李天琳 什么路 你是龙国人 竟然叛国 我才不是龙国人 我是混血 最高贵的 阿姆国人 你觉得阿姆国很伟大 秦刚 你觉得你这次救了李天琳又如何 天法之间已经被我们破坏 结果已经被我们传出去了 我们很快就能超越你们这个劣等 阿姆国永远世界第一 你说什么 一百年前 你们就被我踩在脚下 一百年后依旧如此 低贱的龙国人 你们永生永世 只配做这个世界的二等终点 是 那就最后看一眼 你认为天下第一个国相 你 你什么意思 就凭你们那些人 就能破坏天琳和我龙国集中 无数资源的重剑 天法之剑 别做梦 可能 他们都是山木国套工 是最高贵的人 怎么可能失败 天是高贵 全野蛮的家伙也陪陪陪陪陪 老贵 一万年前 我龙国公共大根本而已 现在龙国已经苏醒了 没有人能阻止龙国的崛起 庆刚 我不相信 你信人 中 天法之剑 你总为龙国 你发射 不 不 死 覆滅 兩位新人 向後轉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孩子快起來吧 阿姨 我以後一定會好好孝敬您的 月月 還不改口 媽 哎 是我 哎 天理呢 月月 我姐她 她沒臉來見你們 我這個二姨剃她瘦了 你們也別怪她 我們家 從小就窮 嗯 哎 哎孩子們大喜的日子哭哭啼啼 像什麼樣 哈哈 好 好好 那就進行最後一項吧 啊 二位新人面對面 夫妻對拜 啊 啊 啊 天麟哥 你這一次有勇氣了嗎 我勇氣 哎 俗著呢 討厭 哎 李總擔身二十五年 這回就等不及了呀 哈哈哈哈 李總 保密電話 天麟啊 緊急情況 你必須馬上回到基地 天發之間出現故障 還有十個小時就要墜落了 直升機已經去接你了 什麼 啊 李總 憶遠 去吧 我等你回來 啊 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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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